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汪哥 说起奇迹一词 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呢 或许都是些类似传说之类的吧 我这里就有一个奇迹要说给大家听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梦十页的第六页 据说运庆在附近雕刻人王头像 那这里科普一下运庆和人王啊 运庆是日本庆派佛师中的高僧 被誉为一代日本天才佛师 也是日本最著名的雕佛师 人王在日语中其实就是对哼哈二将的称呼 哼哈二将是什么想必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一个自认为是艺术家的投金男听说了这个消息 不服气的说 人王算啥 运庆又算什么 嘴上是这么说 但他还是拖着小伙伴跑去凑了热闹 因为他要看看运庆到底有几把刷子 跑到那里一看 拿来雕头像的是一个烂木头 他又开始嘲弄用来雕头像的木头不好 周围人表示 这样才能够体现雕刻师的功力呀 投金男听爸还是不服气 又开始叫嚷着 运庆为什么要这个时候雕刻人王头像 那不是古时候的东西吗 就在这时有人大喊运庆来了 乡亲们通通纷纷上前 顷刻间就围在木头旁坐好 等待着运庆的到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走出一个年轻男人 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运庆 只见运庆涂着黑色的指甲油 穿着破烂的衣服和布鞋 立着白色的短发 还戴着一个不成比例的大黑墨镜 和想象中的佛师模样 真是大相径庭啊 投金男便开始嘲弄运庆 真是个好毁灭的宅男啊 运庆并不理会投金男的话 自顾自的开始围着木头跳起了舞 所有人都一脸懵逼 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但随着他的舞蹈节奏 开始摆动脑袋 一个乡民感叹着运庆 真不愧是运庆 墓中毫无众人的存在 天下英雄 唯有人亡可以与他匹敌 众人听完 立马跟着呼叫吹跑 大喊着运庆的技法 简直出神入化 看着一个劲跳舞的运庆 只有投金男一个人提出了疑问 他根本就没有在雕刻呗 就像是为了回应投金男的话 运庆停止了舞动的步伐 举起一旁的斧头 砍下了木头 木头随之缓缓裂开一条缝 众人静静地等待着 不笑一会儿 木头破开了 只见露出来的部分 赫然是大半人亡头像 众乡民看到这里已经震惊了 高声欢呼着 投金男看到这里 也终于被蛇伏 他不敢相信世界上 竟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人 当运庆再次跳动起来时 投金男也开始随着节道 堕起吊来 为运庆敲打着拍子 就在这时 旁边的乡民又开始说话了 说雕像不是运庆雕刻的 而是原本就埋在木头里面的 看到这里汪哥我还以为 有什么反转呢 结果那个乡民又来了一句 说这是在夸赞运庆 鬼附神功 雕刻出来的佛像 简直是浑然天成 不得不说这位乡民 真的是会吹彩虹屁啊 运庆还在不停地跳着舞 众人也还在跟着节奏抖动 不一会儿 运庆终于拿起工具 再次敲下木头 而人亡头像 也终于露出全部的面目 众人激动地站起来 欢呼这件艺术品的诞生 但运庆也因太累 而倒地不起 投金小哥看完这场 堪称演出的雕刻后 无比感叹 想着如果雕刻 真的这么轻松 那自己应该也能雕刻出来吧 想罢他便赶紧回了家 不过想来应该也是 痴人说梦吧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大师 但即使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也有存在的价值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